禁封利业出了业绩 简单跟大家报一报数 第三季的盈利按年升507% 即是超过5倍 去到10.5600万人民币 收入按年升大约1倍左右 去到28.898万人民币 之前出过盈利 今次的业绩大概是预期的上限 Jason你怎样看今次的业绩 你觉得是否都是合乎你的预期 今次这份业绩 我觉得都叫做对板 和之前的营气方面的预测 都接近一个上限 而且都可以留意 今次在毛利率方面 按贵是跌了一点 但是这件事我觉得都算正常 因为它有机会有部分一些产品 交付的时候就是因为它要签约 可能去第二季 即是第三季 第三季交的那些产品 就可能是前一季 譬如可能上半年签下的 即是当时的价位就没那么高 所以就令到那个毛利率 就可能按贵方面有少少的一个回落 但是基本上你说看近期一些 譬如是氢氧化利 或者碳酸利的价格 都还是捱着高位 所以基本上我就觉得 焦点就未必在今次第三季业绩 反而你说去到第四季 或者到下年年头 应该盈利增长都能够保持到 当然你说的速度就不可能 每次都倍数地上升 因为始终去年基数特别低 如果你说今年整体的理价 已经上了来 基数都不高 所以预期去到下年 增速是会放缓 但是只要你说理价 不要大跌下去 我相信它的业绩表现 又不会说差到的